第1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灯影 做灯影的时候 应该有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脊椎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6个 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座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慢慢地坐下来 稍微在一起 就是右手的左金刚圈 右手压着大腿动着的那种动靈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三股金刚数一 压制作笔以后 从优笔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往外排出三次气 这个左手就是做金刚拳 也是压住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可以说压住右臂 从左臂空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拳 压在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从无事以来 以痴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母法 还有这个延祈舟啊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经长的这种愿 融入你的这个心啊 获得这种僵责 无事以资格的故事 阿阿阿阿阿阿阿 这种满了伊伊我 看見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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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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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么都不执着 这样的境界当中 按住 前面已经讲了 没有护持正知正念的过患 那么现在分别讲 没有护持正知的过患 今天就是讲 没有护持正知的过患 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没有护持正知的话 失去智慧 第二个就是失去戒律 首先是第一个 心无正知知 闻思修所得 如如品种水 不服诸正念 那么我们应该首先要搞清楚 这个正知在修行当中非常的重要 如果我们的心当中不具有正知 进行观察自己的三门的这种正知 这样的正知不具足的话 那么这个人他闻思修的智慧 也就是说 首先在具有法相的三知识面前 听受前所未有的一些知识 从中所产生的智慧就叫做闻所智慧 然后这种智慧在自己反反复复地去思维 探索 然后一直判断 之后从中所得到的智慧就叫做思所智慧 然后闻所智慧和思所智慧 不仅仅是放在一个表面的自己上 而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 专心致志去继续传习 继续修持 从中所产生的这种智慧就叫做 修所智慧 这三种智慧作为我们 修学大乘 小乘 显宗 密宗 哪一个佛教的人来讲 是不可缺少的 如果这三种智慧没有的话 那么我们所谓的修行人 或者佛教徒 根本意义上是谈不上的 这样一来 我们首先一定要知道 作为一个闻思修行者 一定要自相续当中有通过 依靠这三种智慧所得到的功德 尤其是我觉得 我们首先听闻佛法很重要 再加上思维 在思维的过程当中 大家对佛法的道理 轮回 或者说不管是神异地 世俗地的这些道理 应该产生一些怀疑 就是这个很重要 没有产生怀疑的话 你现在觉得你这种正确的见解是非常不错的 到了你不同的环境的时候 你自己产生怀疑的时候 就没有对质的浪力 现在我们在闻思的时候 所谓的这种思索智慧 一定要反反复复地去思考 思考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自己起一些怀疑 起一些邪见 这个时候依靠另一种方式来对质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 也有这样的说法 怀疑实际上是趋入真理的门 就是趋入真理的门 那么佛教当中也是从历史上看 以前的高僧大臣们 首先对佛教有怀疑的 有各种不解之处的 这种显现是比较多的 但后来通过闻思修行以后 完全解除了所有的疑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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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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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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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心福多闻 数数清清境 然因无正知 纵然凡多狗 这里说 有些人虽然是广闻剥削 信心四足 以及百般的精进努力 非常的精进 但是因为自相续当中没有正知 最终犯了戒律而堕入恶趣的 这种现象实际上也是非常多的 我们首先应该知道 在学佛的过程当中 最需要的信心 智慧 精进 这三者应该来讲 学习什么样的佛法都不可缺少 首先你对上师三宝 四地 十二元气等圣者的法 没有不共的信心 你不会入这个门的 你对佛陀 佛法以及大乘小乘的佛法没有信心 你首先是不会入这个门的 那么虽然你入了这个门 但是你一天智慧都没有 这是一个盲目的信心 所以你必须要对整个显宗密宗的经典 续部 论典等等 应该有一个广文博学的智慧 没有这种智慧的话 你一向修学也是没办法学习的 但这种信心和智慧 对精进是不能离开的 如果你没有精进 虽然你很聪明 也有一定的信心 但你整天都是睡懒觉 或者说一直懒惰携带当中 你的修行的法 就不会有成功的时候了 因此这三者本来讲是 修行当中不可缺少的 如果一个人智慧也具足 信心也具足 精进也具足 也可以说 他对三宝的信心也非常不错 也有一定的智慧 而他的精进日日夜夜 可以说 非情往事 一直行持善法 就是白天不休息 晚上不睡觉 内耀了这个心 可是他的相续当中 如果没有正直 警察观察自己三门的 这种正直没有的话 他可能一段时间当中 他的心情智慧精进都很不错 但是过一段时间的时候 很有可能遇到一些不好的外境 然后你的相续被烦恼所占据 然后开凡下 弥天大罪 最终他的下场是非常可悲可贪的 也就是说堕入恶趣 这种现象是非常非常多的 没见过 这种内容的光阔 有点卖的我 虽然觉得拼了 就在我身边说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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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一些小徒要想进来就没有办法到门口来看一看 你门全部是铁的 然后他也没有什么工具 这样很想偷里面的财产 尤其是比较富裕的人很想偷里面的东西 但是没办法的摄像是摯 Of verdad 但是每一般人这栏里面都不在右边的是性呢 是一山年是窗户 超市万里面的东西全部会推行 也和须浔中其立位的那 usando MEMY Snowо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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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 下面所讲的这些烦恼的土匪 盗贼 那么他们始终都是观察 我们什么时候失去了正念 什么时候失去了正知 他一直在悄悄地观察我们 当我们失去正念的时候 他就找到了一个机会 非常适合的一种机会 然后就开始行动 开始行动在我们自相续当中 暂时究竟的一切善根善法全部都会堕著的 最后让我们造恶业 失去了我们这种虚向暂去的生命 这个宝贵的生命 一次而毁坏的 那么这里的意思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自相续当中没有这种正念的话 实际上烦恼他还是一直看着这个机会 这个烦恼有些 华智仁波切有些教言当中这样讲的 比如说像贪心 诚心 这种烦恼 我们自他都觉得发现 这个就像强盗一样的 他就强迫地来 你相续当中的善根就坏坏的 而什么嫉妒心 傲慢 以及其他心所方面的烦恼 我们自他都没有经过 详细的观察的话 不能很容易了知的 这种就像是小偷一样 小偷不出面 如果你认认真真去观察的时候 才会发现的 他就是偷偷摸摸地 悄悄地偷着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些善法 不管是大土匪也好 小偷也好 凡是这些烦恼 根本烦恼为主的八万四千个烦恼 实际上始终都是观察我们的相续 当我们相续当中 离开了正念 离开了正知的时候 他们就马上来 已经找到了这个机会 然后堕住了 我们相续的这些善法 期待的属性的本岁 我来烦恼不理解 trl10天 黄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不少众正念利益们 利子使诸还付诸于正念 所以他这里就是说 我们前面的道理当中也应该明白 失去了正念对我们的危害相当大的 不仅是今生当中自己所作所为都不能如理如实的行走 对来世毁坏善去 堕入恶去等有无量的过患 因此我们始终都是不能失去正念 必须要了解到失去正念的无量的过患 那么我们应该时时刻刻地让正念不要离开意识的家门 意思就是相当于我们的意识就是 一个人的家里面有众多的宝藏 就是什么麻辣 酸糊 如意宝等有许许多多的宝藏 那么这个家不能控制房子的 一个控制房子随时都有可能倒贼和一些其他的人来 就把里面正规的物品全部偷走 有这种可能性 因此我们一定要用正念作为一个门位来护持 意思就是说 我们刚才知道了 一定正念千万不能离开的 如果正念一旦离开 那么我们知道自相续当中以前所造的这些善根的器材 就是全部都坏坏无语 因此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 让正念当他坐门外 每天都是给他一点工资 就是不管是 如果实在他不停的话 就是再增加一点工作 不能离开自相续当中的意识的家门 一旦如果他要想离开 或者是一旦离开的话 那么我们要时刻地了知到 离开的这种过患 一旦他离开的话 我们相续的智慧 戒律以及其他所有的善根 全部会坏坏的 因此让他一再不断地安住在正念当中 不要离开 这一点我们作为修行人来讲 也始终需要观察的 当然他这里说是 正念不能离开 那么《学集论》当中 在这里的正念当中 实际上正知也是已经包括的 正知也已经包括的 那么我们如果没有离开正念的话 那就是有很大的功德 佛陀在《宝积经》 即是法积的即 那么《宝积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正念能阻止一切烦恼 正念能阻止一切磨业 磨的事业也全部断除 而正念让我们不入歧途 让我们不要入于歧途和恶道 入于歧途 还有正念就像是一闪门一样 让心和心所所有的烦恼不会进来 于是他出现了 让我们战斗来才会 以后达到靠近的予灵址有关香气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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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